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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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蔡文正 服務於中山大學社會系統 很榮幸來參加這一次 2018巨片七世界沙龍裡面的 在奇蹟之後 台灣產業發展的遺然與偶然 那我們今天會主要會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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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編的《魏晉的奇蹟》 《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這本書 來做討論的核心 事實上在我念大學研究所之後 發展經濟發展社會學 或者是政治發展民主化 是一個非常核心 甚至又很熱門的議題 可是從2000年以後 可能是由於學術分工的關係吧 我們整個研究的核心 其實在這一方面就慢慢失去那個洞 那很有趣的他剛好也 在過去20年來 我們一個薪資的成長 其實是可以提出的 這個很巧妙的那種 對應關係 那這個20年來 可以說在整個發展研究 發展經濟學 發展智慧學術這次發展 整個研究其實好像是一片空白 那這個一片空白裡面 就還好 那林總王教授他們有找了學界的 這麼多的人 然後出了這個書 從國在地道發展的東西 到產業轉型 規模經濟的擴大 然後因為這種規模經濟的擴大 到中國的投資 而導致了台灣的那一個 屏幕差距變大 然後以至於說 那以至於說那個 台灣的資本主義的經濟 是否有另一杯的卡 在這本書裡面 半方面面基本上 包括台灣大陸 所以 這本書對於過去20年來 對於發展研究的一個空白 起了一個很大的鼓勵的作用 我相信今天的考慮應該也會很精彩 那一本書即使是這種學界 這麼多人 跟一個機器的貢獻 一本書是不可能把所有的問題 全部都談到 所以 為了苦楚這樣的一個缺憾 我們也要請了 那一個 技術座的團師 中華麗教授 他關於 他大概長時間在環境社會學 在那個 食農方面的研究 大家都很 學界裡面都很著名 然後 以及 台大陸的經濟系的那個 風教授 他可以通我們 關於發展經濟學的一些 創新的思維 那接下來 我們的發言順序基本上 就是按照 我們現在按照座位好了 就是我們首先請 我們這本書的編者 以及作者之一 那個畫面請 中研院聖務院所的 那個 林總教授他先發言 其次就是 輪到那個 經濟系的 風老師發言 然後最後是請 那個 風老師發言 那每一個時間 十五分鐘 不要超過 一分鐘 然後之後 由各位觀眾 來 各位觀眾 來 一位 那你現在就 先請 林總教授 各位觀眾 因為 你們看到這個場地 也有點怪 被投影機在這 所以這個 我決定 而且我今天下午也寫了一天 我差不多今天寫了一天 城市嘛 所以我決定站起來走一走 大家也 可能看到大家 然後了解大家的反應 也會比較好溝通 那這個是書封面 那就是 其實在過去的幾年裡面 我們 在台灣的 社會學界 在教發展 發展社會學 這一盲課的時候 或者是經濟發展 這樣的課程的時候 其實都面對一個 很重的問題 就是 我們一直在教二十年前 人家寫的文章 所以那個 非常的困擾 那所以我們 我跟林總統在大概 我們這本書從 從 打算開始編到編出來 花了三年半左右的時間 當然學術界的 審查流程是 可以說是拖延我們 也不能說拖延 使得我們必須不斷地去修正 應付這個審查者的意見 這個過程 我們也成長很多 但是其實拖延了三年多 那所以 各位看到我們 後來在最後一版的時候 是在去年 我們還更新了 所有裡面的數據 到盡可能 跟上 台灣目前改變 假如說我們第一版審查 這個數據是2020 現在你看到大致上 都追上大概2015 那有些沒辦法 是因為 還挺大概2013 真的是沒辦法 就是我們的數據 會跟不上 台灣的變化 那 這個 能幫我嗎 我按不到 可以喔 對 所以這本書的內容呢 大致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將 過去那段時間 我們教科書 把它當作教科書 再教的文章 放到這個圖表的左手邊 這是我們文章裡面的導演 然後把我們這本書裡面 編到的文章 分到右手邊 我們把左手邊的這些文章 稱之為奇蹟典範 就是說 大概在1990年代末期 大部分研究台灣的發展經濟學 或者是社會學者 都是想要解釋 為什麼台灣這麼成功 然後當然我們教我們的 在我們比方2010年以後 開始教同學 讀那些文章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很刺激 因為 這不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問題意思 我們絕大多數的現在問題是 都是後面在講說 因為我們台灣好像出了一點問題吧 好像不應該再問過去 但問過去那麼成功 就算那個也是一個有意義的歷史問題 那些政策恐怕也不是現在所能用的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過去的奇蹟典範裡面 包括了一個 剛才那個蔡文正老師提到的 就是一個強大的 發展導向的自主的國家 所謂的發展國家理論 還有包括說一個 中小系列為主的勞力面積出口頭向的製造業 然後包括他們之間 彼此很強的社會網絡跟彈性的 專業化的一個生產方式 其實過去這兩個主要解釋 台灣經濟奇蹟的兩個字派 彼此之間是存在於一個重的衝突 這個特別是在金融業的研究上面看的 會比較清楚 因為金融業 如果各位看台灣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借貸的數據的話 各位會發現台灣大部分國家控制的金融體系的貸款 都進了台電中流中鋼中傳 都進了國營事業單位大部分的貸款 因為中小企業幾乎沒有辦法從這個國有的銀行體系當中獲得貸款 那如果你說國家有助於中小企業 那麼就要證明說 其實政府的貸款大部分都幫助中小企業 這不是事實 大部分中小企業看起來都是親友借貸 比如說各種地下 所謂的地下金融網絡在獲得資金 所以變成說過去的這個 這兩個解釋 就是國家的解釋跟中小企業的解釋 其實依此是有一定的對比性 如果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奇蹟主要的來源 那麼國家很可能沒有代表那麼多的角色 如果國家真的那麼偉大 那帶動經濟奇蹟的應該是那些國營事業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爭執點 其實在過去的這個奇蹟點段裡 並沒有被引擎 大家都把它條裂式了 彷彿這些全部都可以解釋台灣經濟奇蹟一樣 那還包括說這個 台灣確實在這個經濟起飛的時期 創下了一個社會流動的一個最高紀度 直到目前為止 台大現在的社科院的院長 出國賢教授 他的研究裡面就顯示說 直到目前為止 台灣的社會流動的比率仍然是 在我們有歷史紀錄的範圍內 是世界上最高的 那個意思是說 我們都知道台灣有很多創機的老闆 如果我們去計算同一個世代 或者是跨世代之間 從工人變成翻身變成日本家的那個數量 我們是可以算出一個流動比率 這個流動比率在台灣 創下了所有我們可以拿到的 包括八百多國家或者是這個 那個已開發國家裡面 所能拿到的數據當中的 這個從來沒有過的歷史紀錄 台灣確實有最多的工人變成資本家 或者農民變成資本家 在大概兩個世代的時間裡面 那這個地方是確定的 那也有一些解釋是來自於這個人口 或者是性別的解釋 就是過去台灣有一個叫做 犧牲長女的家庭體制 就是說 長男也有犧牲一點點 但是不如長女那麼多 就是家裡面 在經濟起飛的時期因為生育率很高 可能一個家庭都生四到五個 這時候家庭的財務安排 就是去讓那個長女 家裡面年紀最大的女性 一讀到國中 中國小畢業就出去工廠工作 來承擔後面的 這個 弟妹的這個 教育的這個支出 就犧牲掉長女 那這個在國際上也是有 很多的研究 針對這樣一個文化現象 大家很有興趣 也證實了這個在台灣特別嚴重 在中國大陸都沒有這麼嚴重 就是犧牲長女的體制 可是 也有人認為這個有助於經濟成長 因為大量年假的女工就被送進加工出口區 而且這個後來成功的 家庭計劃降低的生育率 以至於產生所謂的人口容力 人口容力也就是說 最多的勞動力去兩國 最少的 依害人口 如果你生育率突然下降 或者是這個 人口的這個 教育程度突然提升 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會產生所謂的人口容力 那 它導致的是一個其實 剛才我們所講的這個威權國家 跟中小企業的這一組對立 其實也引導了過去從1970年代末期 來的台灣的政治變遷 就是一個威權國家對抗公民社會 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結構 然後呢 在1990年代的初期 形成了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當時的政治的民主轉型當中 我們認為出現了一種 但特別是剛好是冷戰結束的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自由主義 就是小國家跟兩岸經貿擴張的一個解決方案 就解決過去的這個精神長面對的評級 這解決方案可能讓我們現在 至少在本書的解釋是 可能讓我們現在面對更大危機 那所以我們在2000年以後所看到的 台灣的經濟發展 我們希望這本書做到的就是描述現狀 最至少我們大家對現狀有一個共識 接下來就是解釋 解釋當然這裡本書裡面 也有很多解釋是彼此衝突的 很多的作者覺得我們 用把它規列到衰退點半 他們也不是很滿意 包括本書的作者 但是 但是因為我們覺得這樣 這種對地性可能會比較能夠滿足 包括讀者跟這個民眾 包括我們想要討論台灣未來的人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火花 所以還是把它寫成這樣 就是我們想要回應這個台灣政府 就是回這個等一下可能冯老師也會提到 就是我們想去回應這個國家 為什麼會甩敗這樣子的一種問題 所以我們這裡面提到的包括說 台灣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衝擊下 面對這個國家的 在能力上的許多方向的萎縮 這些萎縮包含了一些非常基礎的 很多基礎的 社會上的基礎設施都 各位可能沒有想像到都不做了 比如說台灣現在其實沒有人口複雜 台灣有戶籍制度可是沒有人口複雜 每十年一測人口複雜 你看美國還在做 歐洲還在做 台灣基本不做 沒錢 有一些非常非常基礎的 國家功能在衰退 包括說台灣的這個 國家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 下降到了百分之 曾經有一點下降到百分之11.8% 目前又稍微回升到14、15這個水準 可是這個呢 在歐益西地國家裡面 政府占GDP 政府稅收占GDP比例 政府支出占GDP比例最低的國家 只有一個地區比我們低 就是香港 香港的政府的收支占GDP比例 今年應該大概百分之7左右 但是他們不用承擔國防支出 香港各位知道是人民解放軍 在當守的 除非我們不要國防支出 否則我們不可能把我們的 稅收跟支出比例降到像香港那麼低 而我們年輕人國家包括韓國 包括這個 新加坡實際上他們都是大概1.2%左右 就是政府的支出占GDP比例 所以台灣的政府支出已經少到了 一個可以說可憐的地步 當然這個跟我們的公務員效力 並不是一回事 公務員還是可以很沒效力的把錢花掉 雖然說我們的國家非常的小 但是其實我們已經發現了很多的政策 都推不動做不動 連一些最基礎的數據建立 人口普查這樣的數據都做不出來 所以有很多嚴重問題 那產業結構方面 我們發現的是台灣再也不夠宣稱自己 有那麼中小企業 實際上在我們好幾份的調查裡面 我們發現台灣中小企業的比例 基本上可能已經少於韓國 如果我們是用一些橫向的數據來看的話 我們好幾個調查發現台灣的中小企業的比例 其實不高於韓國 那是因為他們的企業在這20年裡面驅出的大情況 等一下我們要看數據 包括說主要是海外投資的擴張跟人數的擴張 然後本土的財產升級實際上也會造成這個財產的影響力的上升 然後另外有一批研究是在處理 為什麼有些中小企業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還能夠存活下來 所謂的引擎冠軍的研究 那我們也是把這樣的兩邊不一樣 其實跟前面的近幾個技能 我們其他人 包括連中央寫的大型家族器集團的這個研究是並列的 所以我們既想要知道台灣的集團是怎麼大型化的 也想要知道那些存活下來的所謂的引擎冠軍中小企業到底是靠什麼能視活下來的 那我們並不是說這個研究當中的很多真目已經解決了 而是把這樣的研究成果先呈現給各位讀者 那接下去就是金融市場有一篇是這個 鄭麗軒教授的一個大作 在你們收入禁堂 他是在講說台灣不能夠再說什麼 什麼台灣的什麼菜籃組 是股市裡的主力啊 或者是散戶流影響股市 其實現在情況完全都不是這樣 2013年以後就不是了 其實現在是法人跟外資主導的一個情況 那既然是如此 各位也不會感覺到 我記得我小時候 高中時候那個股市地質上萬點 我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那個場景 是每一家浩子都在放煙火 打煙火到 我記得我那時候路過南京東武破萬點之後 我不知道你們各位 那你會經歷過那個 就是那個每一家浩子都在打煙火 直接打那個約定員 打了煙火打到台北市的相關 各位再試看破萬點有誰在放煙火 因為你完全感覺不到它股市上萬點 因為這是法人跟外資賺走的大部分 散戶這次也稍微有增加了 有在這次波段裡面有回來一點 那基本上過去20年的這個發展 就是散戶大致上是被推擠出市場 所以這個變化非常非常的大 那銀行也變成是從1991年的第一次自由化 有51家銀行 其實金銀行很多設立 到現在又被整併成四到五個大型的 金融貨物基督 所以集中貿易度很快 然後最後就是產業轉型 使得中小企業 既剝削性高又除火難 然後它這個創業衰退 社會流動停滯 青年事業跟產生部會擴張 像是一個危機 那社會流動開始 再也爬不到過去的這個水準 甚至衰退到可能 我懷孕可能要衰退到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各位大家可以看數據 好 然後再來就是少指定化 就像剛才講的 就算奇蹟典辦裡面所講的一些政策 比如說人口紅利是對的 我們現在也不能夠用那些政策 來刺激下一代的產業轉型 因為當時的政策是家庭計畫 是兩個恰恰一個不寫一掃 是叫你掃生 你現在在叫大家掃生試試看 經濟就要 但是經濟要完蛋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少指定化的這個問題 所以過去經濟齊齊齊齊齊的很多政策 就算它當時是對的 現在也可能是完全不錯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書中 也是隱含了一個論點 就是不要以為過去照搬過了 有東西別用 那接下去就是民主化之後的這個階級衝突跟時代對話 形成了一個社會組織 因為社會流動減緩 青年創業困難 所以導致了一個青年跟時代的一個社會衝突的基礎 那我們當然提出了一些解決方案 但是我同樣要提醒各位的是 我在每一場跟整個書有關的演講 都希望提醒各位 在這個時代再也不會有萬平單式的解決方案 不會有什麼東西 比如說有人跟你說 有一種藥可以致出的白症 我相信各位也不信 那今天卻有人跟你說 有一種方法可以讓台灣經濟起飛 再起飛 你覺得可信嗎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本書也不打算要那樣 本書每一位作者有提一些他們自己在這個產業別的解決方案 然後我們也提了一個創新主力國家跟社會經濟 有一個實驗性的方案 但是那也不是一個整合性很強的 可以解決所有事情的方法 那實際上我們是希望刺激包括在場 有做環境保護的做這個經濟方面的大數據的專家 來跟我們一起來談說 到底還有哪一些可信的方案是在這個時代 至少他是 他可能不見得 至少能夠做到說他不是一個彼此衝突的方案 能夠是有一個整合性 在未來台灣能夠有所幫助 那過去的新制的主義時期 包括了減稅 才能刺激民間投資 包括壓低基本工資 才能夠刺激經濟成長 包括說開放貿易越多越好 包括說創新由企業跟市場來主導 這些觀點其實在過去已經有很多的研究的正論 包括在北美洲 包括在歐洲 很多的研究發現他們並不確實 就新自由主義的這一套 觀點就是小國家 那實際上台灣發現的情況是 我們的數據看到的是 前一年減稅跟後一年 跑去投資中國大陸的資金有正向感 那很多的經濟學者 包括我們院士 有來跟我爭論這件事 那但是至少他不是 我要講的是說 至少說減稅沒效這件事情 我完全來確定 就是說減稅之後台灣革命的 已經投資金都沒有成長 那這個是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的 稅收的一個分布 就是在 這是在另外一本書《通事》在裡面講 就是我們發現說 台灣越來越以來的薪資 所得稅分也是薪資所得稅 在台灣中華民國的總稅收裡面的 這個收入 減稅多的就是財產所得 大概從百分之二十六 減到大概百分之十二 這是一個小國家 就是減稅之外 除了政府占GDP的比例 偶縮從十八代十八降到十一之外 還包括了這一筆 就是 包括稅收的來源的結構 都有一個重大的變化 就是越來越依然薪資所 這幾年其實已經上到南部五十二左右 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的稅收 大部分都來 過一半是超過一半是來自薪資所的 所以這在OECD裡面也算是高了 那這個租稅負擔率 就是剛才講的這個減稅 我們過去其實租稅負擔率 在過去幾年是漸漸下滑 特別是2010年代是下滑最多 那麼這個下滑有沒有帶動 這個縱軸是這個民間的固定資本形成 會造成這個民間資本形成上升 那我們就是發現說 它本身沒有一個 它幾乎是水平線 而且很發散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減稅 這個稅收越來越少 民間投資增加 那就是一個負相關 就是減稅有用 減稅裡面有投資 事實上沒有 我們減稅 你減給減稅給郭台銘 你覺得郭台銘會投資在哪裡 這道理就是 你減稅給資本家 資本家口袋 錢帶他口袋 他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他沒有辦法造成 他資金流進這個民間資本形成的效果 然後這個實際上稅收減少 跟流入中國大陸的投資比中國關係更大 那這個也導致說 我們過去20年來的 所謂的我們講市率脫鉤 就是GDP成長率平均薪資 進場性薪資 還有這個外銷成長率 這四個比率其實幾乎都 漸漸都沒有關係 特別是在大概1990年代中期以後 我們看到這個GDP成長率 就有高於薪資成長率 薪資成長其實幾乎1996以來 到今年才第一次變成實質薪資者長 那這個工資到底有沒有 是不是因為提高 台灣提高的工資是台灣的失業 各位可以看到其實 它基本上還是一個 實際上關係可能是相反 是工資越高 失業率越低 意思是說其實市場上越缺工 工資就會提高 那個在90年代末期是這樣 到了2010年隨著資本外移 你失業率越上升 這個缺工的情況越少 這個工資就 實質工資就下降 那所以最近說缺工是個問題 我們在爭論這個 在講歷修的時候 整個爭論其實是環繞的 缺工是不是有問題 那這個失業率 那失業率高 到底是跟什麼東西有關 既然跟我們本地工資無關的話 它也是跟對中國組織上的 比重關係比較強 就是說其實是資本外 也在導致我們失業 然後也導致兩岸的所謂的 生產要素均等化 就是兩岸的工資在拉近 那結果就是其實落入貧窮線底下的人口 跟這個對中國貿易依賴度 一個非常線性的相關 那2008跟2009為什麼會有一個斷滅呢 這個彷彿不相當 是因為在2009年台灣提高了貧窮線 你說降低的貧窮線 提高了貧窮線 提高了貧窮線 降低的貧窮線底下的人口 導致說它有一個跳升 可是跳升完以後各位還是看到 其實跟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 越緊密的時候 是貧窮人口增長的時期 那結果 另外一個結果就是 租稅負擔率越低 這個經濟係數越高 經濟係數是全台灣的 所謂的不均度 這很合可以理解 因為其實薪資也沒有上漲 退錢給資本家 那光是退錢給資本家 退稅給資本家 就已經足夠提高所謂的不均度了 所以其實事實也是這樣 所以稅收越低 就是人家的所謂越高 所以 然後海外的部分 我們發現說 在本書裡面也發現說 台灣前十大企業的平均受僱人數 是19萬6千人 各位可能對全球的企業人數 也不是很完整的概念 我也是寫著這本書的時候才知道說 才去看全球的僱用人數的排行碼 發現全世界第一米是220萬人的窩 自家每個企業 第二米是中石油 是中國企業 有169萬人 第三米就是我國籍的鴻海集團 它在2013年創下129萬人的紀錄 現在大概一百零幾萬人 所以 其實台灣的企業 目前都是 目前是全世界 有一家在全世界第三年 僱用人數 可是我國的經濟體育沒有全球第三年 所以就變得很奇怪對吧 那其實這些 其中大概有九十幾萬人 是在中大陸的窩民工 原價而過 所以我們非常非常依賴這個海外循環 這個是我在書裡面有提到一個 詞 但是不是正式的分析裡面寫的 叫做業克膜經濟 就是過去二十年的兩岸經濟網 擴張全球化 資本外移 在台灣留下的一個遺產 就是那個社會不流動 創業困難 資金外流 在海外留下的一個體外循環 像業克膜一樣 那業克膜有多大 它占台灣的經濟循環有多大 我們做一點 嘗試的估計 就發現台灣的五百大集團 民收也三分之一 來自海外的中國大陸 但是雇用人數來講的話 從2006年開始 台灣在海外的循環人數 就有兩百六十萬人 漸漸的上 在2006年就超過台灣的循環人數 就是台灣在海外的循環人數 大概是本地的1.7倍左右 所以這個是體外循環有多大 那即使是如此 台灣在兩岸三地 連千家企業的排行法 還是解決敗退 一直被紅色供應鏈取代 所以這個是台灣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就是你應該延價勞工不升級 只是想要用規模經濟 迅速擴大原先的生產線 但是經濟已經被後端 跟這個後進國家追上 所以我們面對一個非常嚴酷的挑戰 可是在國內 結構卻是要顛倒的 就是變成我們看到 大型企業 前一千大企業所佔的 這個員工數 你也有跟資產比例都一直上升 那前一千大企業 目前大概是 這是2001年 2016年的這個工商討償 應該是快要出來 2016年大概是33到35之間 就是台灣那一千大大型企業 大概固有能數佔台灣的三成五左右 各位想到三成五 那還是中小企業去做吧 因為一千大以外的地方企業 固有能數大概大概是65 實際上如果按照這個算法的話 台灣的大型企業大概佔三成多的話 其實是跟OECD的評券值差不多 也就是台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 是中小企業主導的 因為我們全世界大部分人口 中小企業都是多虧大型企業 所以這個 就是說如果是用這個做參考值的話 那如果是用這個進出口值 就變得更糟 台灣的進出口在1987年有 78%是由中小企業創下出口 可是到了大概在2000年以後 就是降到大概18%左右 有6成的出口值 變成是大型企業 那智商界也是有涉及到數據的問題 就是這裡有一個大落差 1992到1997年是因為 經濟負流改了 中小企業的定義 但是呢這個連下來它還是下降 就算把它接回去的話 那導致的就是說台灣的這個 在市場上的企業目前的平均資本 是3400萬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說你沒有3400萬 年輕人不要隨便創業 創業的非准在這裡 平均設立資本和企業資本 都在500萬到700萬之間 而且20年來都一樣 這表示導致也是那一批新創企業 那兩三年就會停出市場 當然 在這個創業率跟協業率方面 也有一個很清楚的就是都 目前台灣的創業率跟協業率 大概都是6% 平均企業加速在65萬 目前大概68萬 今年稍微好一點 平均都是在65萬上下 也就是創業越來越困難 存活下來越來越困難 然後在利潤率 毛利率方面 基本趨勢是下滑 但是大型企業是稍微上升的 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 所以就變成說 那這裡面有一批是這個 跑去中和大陸 從中小企業變成大企業的這一批 他的毛利率是最低的 所以這個是 留下來的後果是什麼 後果就是 各位看到在1981年到1996年之間 台灣的雇主創業者 其實是還在增加 從就業人口中4.5%增加到5.3% 可是呢 在1996年之後的這20年 到2096年已經降到了5.3% 雇主本身有一個 人數有一個大副下滑 就是這個人在集中化 很多這種些出去的 或者被消滅 那自營作業者從20% 大概跟無仇家屬工作者 這一兩個人呢 通常就是俗稱的 叫做投家娘 他跟你說他沒有薪水 在家裡受賬佣 可是人情他管根本上的 所以無仇家屬工作者 所加自營作業者 這31%左右 到現在剩16% 就是台灣的自固者 基本上在20年之內夭長 那 所以 大部分人跑到哪裡去 就是私營受固者 從51.9% 上升到2010突破7成 所以 整個產業轉型也 撤及到整個社會結構的轉型 以及台灣的 勞固之間的這個意識 就是 就變得很明顯 從去年到前幾年 前年到去年一粒一休 所以這部分 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 這個變化非常非常地大 那 到底 然後呢 這個 結果呢 是什麼呢 包括說20到29歲的 青年失業率提高 造成這個生育率下降 可能 紅這個可以 做人工學 這個 來討論一下 其實 20到24歲的 青年失業率 是跟我們目前的生育率下降 關係最大 就是 內地青年 找不到工作 資本在外面 然後 其實也是形成了這個 所謂太陽化的一個背景 那 所以 最後就是生育下滑 導致這個 連大學都面臨一個倒閉的命運 好多產業都 從小到大 好多產業都關聯到 那 這個是2017年 18年 各位看到這兩個點 這個是死亡交叉 就在這兩年 為什麼呢 因為 1999年 1998年生育下滑的第一年 1999年是一個農年 所以這個又被頂起來 尖尖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三個尖尖 到這邊 第四個尖尖 這都農年 台灣人真的蠻奇怪的 可是 這個 農年之後又會面對一個大下滑 所以十二年前的農年之後 我們現在在2018、19上來 到2017、18上來下去 就要面對一個 實際上大學的 不含四季二莊的 大學的招生人數 就超過了新生兒 將來 兩年後 每一個大學新生 有超過一間大學的招生人兒 不只這個 我們現在還有對岸開放的 給台生去念 所以那個 軍標附近的學生 可以找到三、四家學校要達 所以這個 現在我們面對這麼多問題 那我有一些建議 我稱之為創新福利國家 包括要擴大 恢復稅及提高富人稅 要稍微提高一下 台灣的這個租稅在GDP的比例 然後呢 這個漸進的提高 然後可能要對貿易商量的評估 審慎成功一個產業的後果 在工資方面 基本工資如何的成長 創造就業 然後在創新方面 政府或多少 可能要再一次的接入某些部門 特別是這個 長照、托育這些部門的創新 因為我只要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長照預算 長照預算 如果算到燕捐跟那一些 遺產稅、政府稅加起來 你們要花兩、三百億 兩、三百億 可以全部花給60萬的外郎 這樣就變成勞力民集產業 你如果有中藥100億 是來發展的 電子穿戴設施 機械輔具 或者是什麼導航 就是老年人的導航 或者是其他的設施 這個300億的預算裡面 就有100億會變成創新 所以我們要讓我們的長照 到底政府要花錢去做長照 是全部都拿給照護 這個勞力民集的照護者 還是要拿去做一點 讓利用台灣的電子業跟機械業 現有的這樣一個相當好的技術 去把它轉化成是一個台灣不未來創新的 從本土市場開始創新的一個能量 這是我們想要產的創新福利國家 福利國家老化非處理不可 可是我們希望它能夠帶有創新的意涵 把資金要引導到創新密集的方向去 政府還是必須要介入生育政策 那大概這個我介紹書跟這個 這個其實是書以外的建議 所以這個介紹書本身跟這個書以外的建議 大概先講到這邊 耽誤你的時間 關於自己 好 謝謝 中文教授 雖然說有一點時間長一點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已經很努力的 把這麼豐富的要領都講 等一下我們一定會有很多問題再過來討論 那緊接著我們就請經濟系的王教授 來提供我們經濟學的觀念 大家好我是肥國翰 那我們很高興 社會學界的學者 非常關心台灣的發展 所面對到的困境 以及期待之後的轉型跟轉機 出版了這本慰藉的奇蹟 那我需要先聲明一下 我自己研究的主要領域 並不是經濟成長或轉型 所以我等於是以一個 有受過一點經濟學訓練的人 但是還是以一個 一般外行人的角度 加上我自己的一點思考 來跟大家分享相關的主題 因為我們今天的活動的名稱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叫做在奇蹟之後 台灣產業發展的必然與偶然 所以我先給大家看一些圖表 是關於我們的經濟成長 以及工資的成長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張圖 包含了三條線 最中間粗的這條線 基本上呈現的是這個實質的人均GDP 然後當我們看這個GDP的成長的時候 我們似乎可以感覺到說 它的這個形狀 那麼大概在這個1995到2000年前後之前 這個血率是比較陡的 之後似乎有點趨緩 那麼另外兩條線呢 上面這條跟下面這條分別是這個 男性跟女性的這個實質薪資的中位數 那我們 因為GDP跟這個薪資 他們所採用的這個尺度不一樣 所以呈現給大家看的 只是這個線條成長的形狀 那麼我們似乎發現如果 以1995年作為一個切分點 在這之前實質GDP 跟這個男性跟女性的這個 呃實質的十星中位數 似乎是同步的比例在成長 但是在這之後似乎 這個GDP的成長率是高過這個 呃實這個實質十星的中位數 那麼再給大家看下面這兩張圖 左邊是男性 右邊是女性 那麼我們先看男性這邊 他分四條線 分別是看到不同的百分位的 這個呃 呃 員工的實質薪資 中間最粗的這一條 基本上就是第五十百分位 相當於是中位數 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一開始成長 然後大概到95年以後 就是趨平啊 甚至慢慢的下降 就是實質工資再減少 那麼最底下的這條線呢 是這個第十的百分位 也就是他的薪資是落在這個底部的 第百分之十的那個位置 那麼再上面一條是第九十個 呃 九十個百分位 然後最高的這一條呢 是第九十九的百分位 就是他的薪資實質 這薪資從 在這個所有的台灣的這個員工 比較起來的話 他是可以勝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那麼也是呈現這個下滑 那麼在女性的這個員工實質薪資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成長的原因 可能在於原本因為兩性的工資本來就不平等 所以這個同工未避同酬 女性薪資本來就過低 那麼在這個追上來 越來越平等的這個過程當中 導致我們看到這個女性的薪資仍然有成長 再接下來給大家看這張圖呢 呃 呃是呈現的是勞動生產力 跟美工實實質薪資的累積成長率 我們以1981年作為一個起始點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東西不是看到絕對的數值 而是從1981年開始一直到 OK 1996年一直到2011年 這個東西成長了多少 我們先看藍色的這條線 所代表的就是美工實的實質產出 或者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這個勞動生產力 藍色這條線 那麼紅色這條線呢 這個是美工實的實質薪資 當很多人一開始看到這張圖的時候 所以我就心裡想說心裡就不太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生產力 生產力是 有些人看到這樣的圖可能會覺得不太開心 因為生產力是繼續成長 這身體好像還是有點小 先幫我調一下 OK 生產力還是繼續成長 可是這個薪資 薪資卻開始持平 以至於似乎是我們生產出來的這個果實 就是由這個勞工所能夠 員工所能夠分享到的比例 似乎是降低的 那 很多人一開始看到會有這樣的反應 其實直覺在想說是台灣出了什麼問題 但是我先給大家看下面這張圖 這張圖不是台灣是美國 那麼我們仍然看到這個從上面這條深色的線 是美國從大約1950年代開始的這個累積的這個生產力的成長 那麼淺色的底部的這條線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實質工資的這個累積的成長 我們仍然看到了跟在台灣的數據一樣這個分岔的模式 只是呢台灣這個兩者的這個成長率 累積成長率開始差出去的年代大概是在這個1990年代中期 而美國發生這樣的事情是在更早期 我們這邊掛著這條線是1973年代號式的石油危機 前後這段時間接下來他們開始走上這樣子的這個岔路 那 所以 那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們看到這個薪資的停滯 實質薪資的停滯並不是台灣獨有的問題 那麼 而美國也有 而且比台灣更倒開時 那麼 那麼不只是美國我們看亞洲國家這個是日本 那仍然上面粉紅色這條是生產力 實質生產力 下面這個藍紫色這條是這個這個實質工資 他們日本也是大約在這個1990年代中期開始發生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要講的第一件事情是我們現在覺得很多是台灣的問題 其實 如果我們放在經濟史 然後 放眼全球 它可能是一個比我們想像來的更普遍的現象 那麼既然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我們需要去去了解背後的故事 是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這張圖我是借用自古聰明老師的之前的一個演講 那這張圖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三條線 那這張三條線分別代表什麼呢 它要呈現的是同樣是實質的薪資的成長率 那這個實質的薪資 這裡的薪資包括了 salary 跟 benefit 因為比方說過去十多年 在台灣的這個庫主除了發薪水 還要有這個幫員工付部分的勞健保 我們是這裡的統計數字 不管是台灣 日本 還是美國 我們是把 salary 跟 benefit 一起放進去 然後考量當地的這個消費物價水準 所計算出來的 那這張圖在製作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 1980年 把它當成是一個基準點 也就是把幾個國家在1980年 那個時候的這個 實質薪資都把它 normalize 到100 然後我們可以看從1980年開始到現在 這個實質薪資加上福利的這個累積成長 那麼我們看到台灣經過一段抖升 然後持平 而日本跟美國在那個年代 就開始進入這個持平的階段 我再補充一下這三條線反映的 不是薪資絕對值得高低 日本跟美國 那麼像至少美國的這個數值是比台灣高的 我們做這張圖是以1980年為基準點 從那個點開始看之後的這個實質薪資的累積的成長 那麼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OK 日本跟美國走在台灣前進行 他們提早開始進入這個平的階段 而台灣曾經有過這個薪資的成長 然後才去平 那麼講了這些 那背後有怎樣的故事可以來解釋這些東西呢 其實背後的概念也很簡單 在對台灣來說 在這個1970年代 80年代到90年代 就是這個薪資急速上升的時候 除了防製業的發展 那麼有美國的這個消費性電子產品到台灣來生產 那之後有日本的相關的產業生產到台灣來發展 在那個階段台灣的優勢是什麼 台灣的優勢是它的工資比較便宜 它曾經台灣的工資是美國的15分之一 在這個更早期的時候 那麼因為這個勞工的這個素質好再加上便宜 以至於這個美日的產品到台灣來生產 那麼帶動了在台灣的投資以及薪資的成長 那麼當我們成長起來 那在那樣的時候 對美國來講他們是有生產外銀的 那麼當台灣的薪資起來之後 那麼當台灣的薪資起來之後 我們不再擁有低廉勞工這樣的一個比較利益的優勢 那麼再加上從這個90年代中期開始 甚至有這個台商前進中國 因為中國或者是在接下來東南亞 開始有更便宜的勞工讓大家去這個追逐 那麼到一部分的原因 就這樣造成之後的這個薪資去了 所以薪資成長為什麼停滯 那麼我們總化來說 第一個薪資成長的它是一個更大的框架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事情 那麼第一個原因其實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特別針對一個國家 你的產品如果需要外銷的 你需要外銷的是其他的國家要買單 那買的人要比的是價格 因此便宜的勞力在哪裡 那麼對於廠商來說 他是要往便宜的勞動力的地方移動 是他的不得不忍 否則別人移了我不移 那麼他的成本優勢就沒有 那麼全球化會帶來一個效果 就是這個薪資有可能會是向下看齊 因為這個大家往便宜勞力的 勞動力的地方去移動 那第二個我們會看到的一個原因是 就是生產的自動化 原本是由這個勞力來提供的 那現在有更好的機器設備可以提供 那再接下來一個是這個資本財 價格相對降低 或者是價格沒有降低 可是他的這個性能跟品質大幅的提升 所以我們所面對到的情況是 曾經有的優勢是勞工便宜 那麼當勞工不在便宜之後 這是我們現在所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那麼所以我今天分享的後半段應該不會太長 那我們該如何突破困境 創造這個下一波的經濟成長跟薪資成長 我們要在奇跡之後 我們能不能創造下一個奇跡 那麼其實核心的概念是這樣 過去的成長靠這個低齡的勞動成分 但是我們下一波的成長 需要靠創新去來驅動 那麼那如何創新呢 那我過去是四年多前 從海外回到台灣 那我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台灣要走向創新之路 產業要想要升級跟轉型的過程中 以我個人有限的經驗 我所看到幾個 我覺得可能是會造成困境 或難以突破的幾個原因 那麼很快講一下 第一個原因連結到一本關於經濟成長 很重要的思想性的作品 他的作者是經濟學家 Manker Olson 這本書名叫做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這個國家的興衰 那他要談的核心論點是什麼呢 他來觀察不同的國家 在長期的發展當中的經濟的起跟落 他說當經濟起飛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產業 有一些企業 因此能夠做大 不然經濟不會起飛 一定在商業上面 有一些人 有一些單位 他會發展起來 但是當他發展起來之後 他接著就對於政治跟政策 會有更大的影響力 那麼就可以透過這個影響力 來遊說 來影響這個國家的政策 或者是一些法規 而造成讓這些法規 是保護過去舊時代的企業 那麼反而阻斷了這個新的技術的 引進跟創新跟下一代的這個能夠起來 那這個是他不是針對台灣 但是他是一個研究經濟史很 很廣的一個觀察所提出來的 那麼我們看台灣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需要思考我們現有的許多的法令 他是不是在過去這些法令被制定的時候 是針對我們經濟奇蹟那個年代的產業的需要而定 那麼他是不是這個法令可以有辦法修改跟轉型 那麼來因應我們未來十年二十年或更長的時候 所面對到的這個技術經濟和社會的變遷 舉一個例子台灣過去生產 台灣本身是一個島 雖然我們本身是一個缺能源的地方 可是台灣的這個 比方說工業用電來講 在全世界甚至從便宜來排列的話 是名列前茅的 那麼我們可以想像 過去為了支應這些生產製造 我們提供低廉的水電 那麼當這些企業大起來之後 他們可以影響政府的政策 那麼讓我們繼續這個低廉的水電 這個現狀可以延續 但是我們是一個缺能源的地方 卻是用低廉的水電來吸引企業 那麼就這個價格的機制 就會影響到什麼樣的廠商來 什麼樣的產業發展 那麼如果是不是那麼好能源的產業 是不是相對就得到 從能源上面得不到這樣的補貼 所以因此會有一個相對的劣勢 這是我們可以思考的問題 第二個部分是我觀察到 在政治經濟學裡面有一支文獻 是關於創新跟法律制度 就是政府的法律可以第一個定的很死 很明確什麼時候要怎麼樣 也可以定的保留一些彈性 那這支文獻裡面的基本精神是 很死的法律跟很有彈性的法律 沒有辦法比較說誰比較好 而是在不同的環境背景之下 不同的這個法律系統彼此可以勝出 那麼比方說我們如果面對到的社會情況 是技術變遷是 技術是屬於一個社會是很穩定的狀況 或者是我們屬於一個可以預測未來 我們知道下一步 明天會出現什麼新的技術 接下來會怎麼走 但是在面對這樣一個低度的 這個不確定性的情況之下 其實定的聚系民以不留空間的 這樣的法律它有它的好處 因為就減少這個人為權衡的空間 大家很明確知道這規則怎麼樣 但是如果我們面對到的環境 是這個技術的變化瞬息萬別 我們也說準三年後五年後 會有什麼新的技術 新的商業模式出來 那麼如果我們的法令仍然是 要管它非常細 那麼就很有可能出現說 我們要發展這個金融創新的時候 又違法 那麼有新的共享經濟的模式要過來 又違法 那之後有無人車的這個技術 我們要不要發展又違法 就有可能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需要思考 那麼我們的法令制度 是不是能夠因應一個技術 帶來爆炸性的變遷跟改變 然後我們很難預測 未來會怎麼樣的環境裡面 那麼所以法令是否有足夠彈性 來包容新的技術 與新的商業模式 就是我們去思考的 那麼最後一個 最後一點我要講的是 就是有一位法國的經濟哲學家寫過一本書 叫做看得見與看不見 那我今天不是 我引用他的書名 可是我不是要講他的這個理論 我要講的事情是 當我們從過去這種靠勞力密集 比較低廉的這個勞工的工資 來做生產製造 轉型成創新的時候 我們也同樣面臨到 我們要創造出買那個東西 可能在過去是一個實體 是一個明確 可以看得見摸得到 你可以定義 是不是他完全知道 但是在創新創意的時候 或者是這個軟體 或者是服務 有些東西是我們難以言喻 感受得到 可是是沒有辦法很明確的去 去這個辨識去驗證的 我舉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玻璃的水瓶 當我們看到這個瓶子的時候 我們會注意到他看得見的地方 他有沒有破 他會不會漏水 然後他可不可以滿足一個倒水的功能 還有他的這個可能好不好看 還有一個看不見的層面 是關於他的設計 不是指美感的設計 而是功能的設計 就是這個瓶子 當他是這個結構的時候 會不會很容易碰到 重心不穩他就倒了 看得見跟看得見 那我過去四年多前回到台灣 我發現在台灣 當我與一些企業的朋友交流的時候 我常常發現 這些看得見的東西的價值 其實很容易被確定 然後他們可以得到他們的報產 可是這些看不見的層面 包括你的創意 包括你的設計 包括你的這個故事 你的劇本 看不見的層面的東西 常常會 因為付錢的買方 也沒有辦法辨識 你的水準是好還是壞 他也怕 他也怕這個付了太多的錢買錯 那麼造成這個看不見的東西的價值 被低估 而當看不見的東西的這些價值被低估的時候 身為賣方的人 他要去創新的誘引就少了 他願意投入在創新的時間就少了 那進而影響到我們這個創新的動能 那以上是我很簡單的分享 讓我們期待 之後我們可以創造下一個奇蹟 產業轉型的那個貢獻 那我們現在時間一處 我們就直接請邱阿妹老師 就環境觀點來考慮 新舊典範的跟一個充實 同時失禮 我們講到國家太關鍵 太敏感了 國家失禮 好 那現在我再試一下 不是 她在講錯 就迫不及待站起來 因為我待會兒要趕回去高雄 好 很高興在這邊看到大家好 那大家都用追趕的方式拚命的腳 我待會兒也要講快一點 因為我準備了PPT 很乾淨會超過 但是雖然可能會超過 我還是要感謝大家去買書 今天辦這場應該重點是這個吧 他的主編都不敢講 這種話都不講 怎麼可以呢 我們社會學 我認為就是我們兩位中生帶的社會學者 李中隆 然後林中宏 他們在這本書真的很精彩 我請他們的方式 我這一年的大一社會學的課綱裡面 已經編了兩片進去 我是讀本 那希望大家可以去找來看 那我看到的是這本書累積了過去 我們集結了非常多優秀的社會學者 在探究台灣的過去生物裡 那這個是一個就是大林不愛經濟活動 那麼我們的發展到底要何去何從 我想這是一個全台灣都非常關注的問題 那這本書裡面有非常多深刻的探究 然後也有開啟了非常多 值得我們未來要去面對的問題 那但是 因為這個主辦單位請我來從環境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個書 這個所以這樣說起來呢 我就有點不滿了 怎麼講呢 如果大家去看這個書的目錄 這個書裡面事實上通篇裡面不太有談論到環境 那麼在經濟短型的挑戰裡面呢 談了國家 談了這個市場等等之本 但是呢 所謂的挑戰裡面談到了勞工運動 還有性別的問題 人口老化的問題等等的問題 這個確實是我們經濟發展裡面的重大的挑戰 那但是裡面竟然沒有環境 各位就在這邊不會覺得奇怪嗎 全世界都在說生態環境浩劫 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生態危機的挑戰 我們怎麼解決氣候變遷 這是全世界的環境主流化之後的政治議程 不是嗎 那環境社會學者有沒有關注這個問題 當然有 但是我必須承認就是說 台灣的環境社會學者人數真的很少 所以有同學要來念的 趕快加入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確實我們過去在如何從發展的角度來看 這個就是結合環境的一個經濟社會學 因為這本書的目的是一個發展區 在創意一個其實經濟的社會學的角度 來重新看待非常多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邊很棒把這些東西加進來 過去我們是切割來看這些領域的 先把它加進來 但是我要問環境呢 環境怎麼不見呢 因為整個經濟發展過程裡面 我其實不斷遭遇到環境的問題 包括譬如說我們的策略型產業 國光石化在哪邊倒下來 它事實上是環境運動讓它倒下來對不對 好 但是它會影響到我們的經濟 沒有但是它也會影響到我們的環境 我們發展經濟發展 當然有高度的影響 所以那個挑戰裡面 其實我們的整個經濟發展過程 從80年代後起之後 很顯著的事實上是一直面臨 來自環境裡面的挑戰 第二個就是在這個產業升級的動力的部分 其實另類經濟模式裡面 陳東生老師我也很敬佩 他在這裡面做了非常多的討論 那裡面也有稍微提到 我們當前的一些能源轉型 在另類的經濟活動裡面的可能性 但是似乎它比 事實上在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趨勢是說 全球在探討不管是綠色的新經濟 那或者是另類的經濟模式裡面 環境是一個非常核心的面向 如果我們沒有帶著 把這個生態環境的因素跟面向整合進去 重新思考我們的經濟活動要怎麼設計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總出另外一個奇蹟 我只能這樣說 好 那當然就是說在中國效應裡面 我們其實也有環境的議題 不過因為有點太多了 我現在簡單的 我可能就從這兩個這兩塊部分 我待會會很快的前面會回到 就是這本書關注的關於國家的角色 關於資本 經濟行動者在發展領域裡面的角色 那在環境的面向 到底我們要怎麼去看這樣子 這個部分的討論 那我最後會留一點點時間講一下 那個替代性發展或者應對發展的部分 好 那這個不要講了啦 沒時間了 就是反正我們環境社會學者就是complain 就是70年代後期開始有人complain說 環境社會學者都沒有看到環境面向 但是我們在改 我們所有的生活活動都在改變自然 我們有沒有 我們從自然生態的資源的榨取 生產製造過程包裝銷售 然後我們家裡使用最後廢棄 事實上這個線性的經濟發展 我們斷的在製造生態環境的復刻 以及環境的社會衝突 怎麼樣 每一個不同層面在不同階段 可能都帶來了新的領域的社會衝突 那它同時其實也代表 這個經濟活動的模式是有問題的 那我們過去有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在講這件事 我們說過去事實上所有的經濟活動 它需要土地 它需要資本 它需要生產工具 它需要原物料 對不對 那它需要基礎建設 這是所有經濟活動它需要的東西 我們過去最簡單的講 當我們開始在說 你要關心環境問題的時候 我們在說的是 我們長期把環境成本外部化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那個環境的考慮 環境的成本帶回來 所以經濟裡面怎麼可以沒有環境 那這個時候 其實在環境社會學的過去的80年代後期 然後開始有比較多的是什麼呢 是關於比較批判性的 總派的政策馬克思主義這種取向 他開始去談包括捐手工 去談資本主義的第二個矛盾 以前都談階級矛盾而已 資本主義發展後來導致了階級矛盾 但是越來越大家看到 下一個矛盾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在搶自然之源 有沒有在搶 土地有沒有在搶 連乾淨的空氣都要搶對不對 水要不要搶 通關要搶 這個是資本主義內在的 在不斷生產擴大 生產消費不斷擴大的 不斷不斷擴大的過程 它帶來的社會的矛盾跟衝突 可能都會來試一試 那麼它可能也會進步帶來我們說的 後來我們看到越來越多 在這一路的分析下面可能會 去談到這種會帶來持久性的一些環境衝突 那最常大家看到的就是 所謂出現的刺激出一些環境運動 乃至更草根的社區居民的環境正義運動 那講到這邊 這一路的思維跟發展 其實他在確實檢討來講 到目前為止 台灣的環境社會學者 蠻多都集中在在談我們過去的這個環境運動 所以你們讀到不管從蕭新航開始讀 然後季俊傑、劉華跟何明修 好多我們台大老師 很多那當然還有更多其他的新一輩的老師 那裡面談了很多過去的不同時代的主要的運動 那我自己其實也寫了這個 就是我博士論文處理的是電子業 那但是其實我自己的博士論文 並不是一個只是環境運動的研究 其實我有一個chapter確實在談環境 但是我其實處理的 我回到一個問題是 就是國家跟資本還有公民社會的這一個力量 如何角力變遷去形作了我們的發展路徑 那個其實才是我的論文的核心的關懷 那為什麼我當時帶進來一個辯論 那個辯論是什麼呢 剛才講生態馬克思主義 他認為資本主義是內涵內在的矛盾 那再來就是他其實會導致衝突不斷 但是很好玩的是說 我同時看到有一股新的生態 環境現代化裡面的生態現代化論者 他們其實是討厭的 但是跳出來批判這些 反生產力反資本主義的論述 那他們提出了一個 其實也開啟了我們說的環境社會學裡面 對於經濟跟國家角色 特別是經濟角色 經濟行動者的更多的研究 那我把這兩個東西帶進來看 那我很快的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經濟轉型裡面挑戰 其實我想要講的是說 我們有更多的研究議程等在那邊 那那個是什麼呢 先講一下 生態現代化論者 讀過發展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以前都念 最早的就會被大家罵得很高的 現代化論論對不對 那麼後來的生態現代化論者 他其實第一代也是經濟學者 那他認為說生態環境的問題呢 通過經濟 通過市場行動者 我們有可能去改變它 譬如說我們讓經濟成長 跟生態環境可以調和 之前環境運動都一直跟這個 好像是對立的 那第二個呢 現代性嘛 顧名思義要發展出生態的理性 不是只有經濟理性而已 經濟學都談經濟理性 如果你有生態理性 我去思考我怎麼讓這兩個串聯起來 我能在自由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面 去進行改革 然後呢 我不要再把這個資本 當成一個對立面 那科技很重要 我有可能去做改變 所以在19… 他們的第二代的開始就是 社會學者開始進場的時候 就是像荷蘭的那個阿瑟莫 他做荷蘭的化學工業 他開始跟大家證明說 荷蘭的工業 而且他也可以通過從設計一路到做改變 使他的這個化學工業可以變得更乾淨 而且他在變得更乾淨的時候 他賺到了錢 為什麼 我們每次都說我們要領先市場對不對 他賺到了那一個所謂的環境的市場 關注生態環境體的市場 好 那這裡面我沒有要進入去談那些變政 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環境社會學者在看這些經濟發展的時候 確實有不同的角度 在討論這一個 到底是一個先看現代化的路徑呢 國家資本都會更重視環境的問題 國家會開始有更多的環境政策 那資本也有可能去做更多的環境改善 我們有機會走向環境現代化 還是比較生態馬克思主義的那一個路徑呢 我們會有很多衝突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做出更根本性的改變 好 那這一類的衝突其實也會帶來 我們怎麼去思考國家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是2002 非常有名的這兩派的一個辯論 他們在就是這個期刊 Researching Social Problems and Public Policy 當時他們做了一個 The Environment of State Under Pressure 就是環境國家在一個極大的壓力下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說了環境問題的主流化之後 事實上使得這些國家都面對 我要怎麼去把環境問題整合進來 但是環境問題整合進來 已經不再只是什麼 已經不再只是我做環境法規 去做環境的規範 你被有沒有 空洋標準 你的空氣污染 加NAS、SARS現在是多少 也不是那樣 而是他的整個政策 他要從政策的源頭 我可能就要去發展的政策 就要改變了 我策略去產業 我是輔助石化業 還是輔助育能產業 這個就是一個不一樣的做法 甚至我鼓勵的是設計 我甚至鼓勵到修理 譬如說瑞典他們現在修理是可以理放 你們知道嗎 也許有人有注意到 就是他通過法令讓你去修理 我就可以 那是為了什麼減少環境的負荷 但同時間他也改變了產業的生態 好 那這個 這個當然就引起了 就在西北歐 西北歐有 大家都知道每次講到這個環境 他們都領先嘛 所以他有更多的關於 這些國家 國家是不是變綠色國家 那這些跨國的比較非常多 我大概比較這些國家 他們透過什麼樣的政策工具 或者這些國家的資本 就像我說阿森孟 他們去做化學工業 他們的資本做了些什麼 使得他們可以做出環境的改善 那 但是改善到什麼程度就 就有很多討論空間了 那就像在這個裡面 這個比較生態馬克思主義取向的 他會去談到說 這個改善其實很多時候是什麼 很選擇性的 比如企業的改善是非常選擇性的 那或者是說我們好像提升了能源效率 但是我們整體 因為提升能源效率之後 我們越用越多 量還是增加 而且企業賺錢之後 他去做更多的投資擴張 結果生態環境的中體問題 其實不一定有下降 所以這裡面引發了非常好 就是這個後續討論的辯論 好 那我 我不知道還可以這樣 因為這個是很濃縮的去講這件事情 所以我很簡單的用一下電子業 我自己的論文裡面 關於這方面的一點點討論 那也要講得很濃縮 那基本上 我問的是說 這個我們的發展路徑 到底是一個生態現代化還是朝向 比較接近馬克思談的這個持續性的衝突 在電子業的案例裡面 那電子業的發展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其實要看 我一樣要理路整個電子業 跟國家的關係 然後電子業的資本 他們做了些什麼 然後以及我們的 環境運動力量怎麼在行作 因為我們看到好像是運動 事實上這些運動在行作這個產業的發展 那這一類的討論我怎麼去看他 那你會看到很有趣就是說 事實上國際間對於台灣的電子業 少數的這一個 我剛才說從生態現代化的角度接近來 台灣電子業對他們來講是一個怎麼樣 很稱讚的產業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雖然他們認為就是驅動全球的這種 那種企業的產業界的這種環境綠化 綠化的這種路徑 主要還是在這些先進國家主導 那他們發現這些新興的產業國家裡面 包括台灣在內是相對於其他國家 他們更可能去做成改變的 那台灣其實就是一個 然後特別是我們的電子科技業 科技電子業 然後我們的科學營區 然後他去提出了很多 包括國家怎麼跟企業合作 然後去我們企業採納了更多 自願性的管理的系統 做出更多導入更多管理的技術等 然後有一些學者認為我們的電子業 是在走向生態現代化的 那但是Morrell跟這個Samanfield 他們認為就是我們這個有點像衣服型的 跟我們過去的企業一樣 我們整個產業一樣 他們認為我們的生態現代化附近 也是非常複習的 就是是在一個 跟在這個先進國家的後面 好 為什麼怎麼講 大家簡單講一下 我們的電子業通過供應鏈的關係 事實上我們包括很多的標準的置電 你有沒有ISO 你有沒有什麼綠色 你有沒有哪些標章 全部都是其實很多就是那個國際的標準在走 或者是供應鏈要求他 他跟著在走 為了爭取應單 那其實我在那個裡面有比較多的討論是關於 這個發展型國家他怎麼 除了我們過去對電子業有非常多討論 都在說國家通過哪一些方式在扶植這個策略性產業 那我們結合環境社會學研究的方式是 我除了去看到那邊那些之外 我還去看到國家在這個發展過程裡面 怎麼去扮演的他的雙重的角色 也就是他一方面 我們的發展過程其實刺激出了一些環境運動 當環境運動出來之後 或者是國際的規範出來之後 國家其實也在做一些改變 那麼所以我說這是一個發展型國家 在這個過程有一個雙重的角色 但是他基本上傾向著其實他大部分的時候 還是向資本傾斜 那第二個就是說就是彈性的 我們的資本主義其實在 我們說的彈性化的資本主義的這種生成 我們的是這樣怎麼進去全球發展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環境的作文上面 這些資本其實很多時候也會這樣做 他會因著他的供應鏈的需求 去做一些彈性的改變 那最後就是我強調的就是 我雖然做了環境運動的研究 但是我是為了來跟這個東西對話 我也看到民主轉型向環境運動的一些討論 所以這個我就不討論了 但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是有運動的刺激去 去刺激了去改變了這個發展路徑 那那個我說的雙重角色 這本書裡面不斷在談國家的角色 那麼但從這一個 我當然是比較從深馬的角度 我們看到的說這個隨著大家環境 對環境的重視 包括台灣也是 這個環境議題主流化之後 國家也必須要回應大家的環境期待 所以以至於國家很多時候 可能還是要去做一些環境保護的 法令的行程 然後相關的這個制度性的安排 但是也可以發現如果以電子業來講 他國家居然在全球資本 我們電子業在全球資本在結構下面 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來扶植這個電子產業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從環境的面向 他也不斷的在扮演什麼 他自己去當開發者 我來化個科學游泳區 我幫資本家找土地、找水、找電 然後甚至幫你處理這些器物 在過程中有一些這樣子的發展 那或者是在遇到環境爭議的時候 國家跳到前面 我來幫你打 那或者我們很具體的一些例子 可以看到以電子業的發展來講 就是不斷的我們遇到在不同階段時期的環境過程 事實上國家會幫忙去遇到這個開發的半小時 那所以這個是國家的部分 事實上你把它整合進來談 你會看到發展型國家的 其實有很多這方面的值得討論的問題 那麼這個是他怎麼去輔導企業 做一些環境改善 那麼資本主義本身也是 經濟行動者也是 他也不斷的在變化 那隨著早期真的就是做PR 還有半半賞鳥活動 那後來越來越多的是 譬如說導入的各種管理系統 在國際壓力下面 工業界的壓力下面 然後他更相信科學的管理主義 甚至在環境我們越來越 國際間越來越重視CSR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所謂 標榜企業公民的這樣的做法 那但是我的研究裡面也不斷發現說 這裡面其實市場趨力還是剩餘一切 就是我說企業是選擇性的在做環境改善 是因為他通常是選 對他最投意的一些作為去做 那這個我在我自己的研究 還有後來的一些 後來譬如說我還繼續做了那個 毒管法的修法過程 國家跟資本還有企業怎麼在做這件事情 你都可以看到這種選擇性的環境改善 那麼因為我好像時間要到了 所以我這邊只是一些擴展給大家看 就是說為什麼這麼做 跟股票跟他的這個取得訂單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關鍵的 那麼當然就是像日月光的例子 我們其實在 因為我本身也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董事 那這個案子我參與很多 那麼像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也發現了其實我們通過國際的 環境運動施壓時的日月光 他非常重視 非常非常重視那個我們提出的很多訴求 那這個是一些非常有趣的發展 但是也從這裡面看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很實際的 我們的這些策略性產業 而且賺了很多錢的產業 他們長期來過度低度的投資在環境保護 這邊只是隨便一張 就是一張slide他們提供給我們的 就是連那個環安會的環境公安的人 就是在日月光事件爆發之前 只有大概100多個 那在短短的時間內補到300多個 下到了然後趕快補 那日月光事件爆發的時候 他們的營收是多少2300萬 2300億啦 是 那這個是你看他會去選擇做很多認證 但是我有一些訪談 其實有些工程師他們會談到說 這裡面有很多是Packwork 其實是值得討論的 我的時間可能差不多到了之後 那我想那個另外一個我認為 我要講的就是說這裡面有很多可以討論的東西 然後發展型國家帶入環境面向的去討論發展型的國家 或者國家角色的變遷 乃至他到從發展型到面對新自由主義的 全球化下面的新的這一個相對落實的國家 或者是在中國工業威脅下的國家 他結合了環境保護的部分要怎麼處理 我們怎麼重新解釋他 那麼資本也是一樣的 社會學者不要放棄去研究這個經濟行動者 因為這些是很重要 而且他大量的影響了 他非常大的影響了我們目前的生態環境的問題 那麼另外一個我本來是說 我會講一下那個陳通聲老師這一篇裡面有稍微提到 另類的經濟 然後當然也討論了很多 包括社會經濟等等 那麼時間關係我不講了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我常說我們的經濟活動 要從根本性的做翻轉的思考 那個翻轉是什麼 我們的在如果大家同意生態環境問題是一個問題 資源正在耗盡當中 然後地球在野受不了我們 受不了我們 那麼我們的經濟活動的設計 要從根本上面做出改變 那個根本在於我們重新回到思考 我們日常生活最需要的世界什麼 我們怎麼去讓我們的經濟服務於這樣子的需求 而不是服務於GDP GMP的成長 大家都很知道它成長了可是沒有分配下來 那更何況它是犧牲的環境 所以這裡面替代性的發展裡面有非常多的討論 那在國際間現在非常非常的多 那麼這個各種形式 包括台灣現在嘗試的這一些小的嘗試 去做綠南人合作設 這些都是一些可能性 那麼這些替代性的發展從食物 從能源 從住宅 從交通 從怎麼樣 我脫離不堪電子產品 可是我要怎麼重新去設計它這件事情 切進去 再看我們的經濟活動 甚至鼓勵了什麼 譬如說我在英國他們 我離開的那一年他們很多人去買雞回來養 為什麼 就沒有人賣雞蛋了對不對 雞蛋沒有人買 可是這個是一個快樂的事情 我在我的菜園裡面一樣 我把花園變菜園 然後我養了雞 然後我可以養了自己 它沒有變成市場的經濟活動 可是人們卻非得來 我們如何去重新思考什麼是起雞 那什麼是我們要的經濟活動 我們的青年的世代想要的是什麼 這是修理咖啡運動在歐洲的發展 那麼所以最後不好意思 最後就是來比較遠來 讓我把它講 我已經最後一章 就是說我剛才講的國家的角色的重審思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目前當前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 以及它需要有出入 我們怎麼去研究這些經濟活動 包括重新審視這些過去的策略型產業 或者是黨國資本主義水泥的獨佔的問題 雅民大家有沒有去連署 蠻雅民的 沒有吳其龍 蠻蠻夭科 中小七隱形冠軍 我們這本書也討論了隱形冠軍 但是各位 我們這邊有我們地球公平的研究員吳其龍 他研究的就是 他做的就是這個 維章工廠種在農地裡面 彰化有台灣最多的億萬富翁 大家知道嗎 我們怎麼重新去協助他們 不要再用這種方式來 用環境來換這樣子的冠軍 那當然我們是說我們這裡面的都是 好 那麼再來就是我說的 這個剛才這個中 那個中宏提的是 替代性創新的福利國家 那我可不可以把綠色加上去 剛才這個是剛才為什麼 我又趕快打贏了 把綠色加上去 請記得把綠色加上去 因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 要從源頭去思考 要一個偷偷的生物學 那麼替代性的發展裡面 甚至包括我們說的社會經濟 其實包含我們重新組織我們的經濟活動 為什麼大家都要去給120萬的大老 已經雇了120萬的大老反覆呢 我們怎麼重新去思考 經濟什麼組織 然後經濟生活什麼組織 然後我們有沒有機會 創造一個屬於我們不一樣的未來 那我認為創造出來 那才是我們分鎮的請 好 謝謝 OK 好 謝謝 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大家可以變第二集了 好 跟風險 好 我們還要換你一件事 好 我很討厭講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明天要在9點之前 因為我們要搭96半高點 明天要上班 我們加上時間加進去 我們實在非常勞力逆急的產業 所以我們現在 我這樣想 我們留15分鐘 每個人5分鐘的回答 所以在座各位只有15分鐘 一個問題我以3分鐘做計算的話 你有5個問題 所以請及時搶答 那現在就開案給大家 好 這個好像 謝謝大會團體 謝謝主講 我叫楊契華 我對於三波的社會調查 我都有加一個研究 那今天的第三波那個調查 我非常的喜歡 但是我發現 三波的這個社會調查 有一個很重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講說 剛能談經濟理論 也就講說 第三波的這個社會調查 提出了奇蹟和那個算 被了這樣的一個經濟理論 但是這樣的一個經濟理論 它的社會哲學和經濟哲學 好像比較弱 我感覺到是需要再深入 那為什麼要談社會哲學 或經濟哲學呢 也就是講說 有那麼多的主念項 有那麼多的應變項 然後我們能夠在這些 所有的這些變項裡面 能不能找到一個關鍵因素 然後把這個關鍵因素 把它拿出來做一個 好好的一個考察 讓它變成Data 和那個理論本身 和我們主要環境的這個 做一個連結 那這個是我想要能夠理解的 但是我到現在都沒有看到 那最後一個那個回應 他有提出了一個資本主義 他有談到一個生產力 我認為這個生產力 是一個核心概念 那這個生產力的核心概念 更重要的就是應該 人 人才是那個核心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來談人 在談經濟或者是談社會 我們要怎麼樣來談這個人的那個生產力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問題 尤其是那個勞動力院和那個勞動力 那這個勞動力院和那個勞動力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年輕人不願意 我們現在就開始請 那個勞動往教授 然後一去腿派長 最後還有什麼 這裏 這個圖 這會好幾部分 而且各位的希望這麼高 我覺得你們就是沒有辦法 其實大家的埃預防症 你們要問的問題就是那種 那種 嗯 這個 內地史上周大問題 所以 所以 這不可能都來給你們檢查 然後 我也講過 剛剛講過 那個要治療癌症沒有 萬寧丹 每種癌症都長不太一樣 所以那個 我有種要依製各位 所以我也不打算那麼做 而且這個也是一個蠻重要的哲學立場 就是說 我個人 哲學立場 這幾年來 我是覺得說 人腦是複雜的 人性是複雜的 正是在這一點上 社會學家比情學要複雜一些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人生套路的選擇 不只是理性計算 還有被信任 安全感 還有對風險的貧困 健康所包圍 所以這個人們其實在做一件很困難的抉擇 那這個偏好的分析也不見得有多大幫助 那所以呢 這個 各位看到BBC經驗有一個爆發說 錢賺到大概9萬美金上 你都不會增加幸福感 所以那個 確實產業升級或者是繼續賺錢 不見得一定是 不見得一定是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不見得是最重要的 我也覺得是這樣 那可是我們還是會擔心說這個 那個國家在歷史長的當中 台灣這個國家的這個 最後是所謂的衰亡衰敗道路 因為這畢竟我們在同一個政治社區 所以那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這一本書 主要問題是比較像是 要從這個 這個國家內部的一些因素找出一些 就是以現有的研究來找出一些解釋 然後也找出一些趨勢 然後看出哪些趨勢最早的 然後我們去處理那些最早 可能是最早的問題 看能不能成功 那也是我受到這個 所以你們剛才提出很多問題 我覺得也都看到了 我們書上的一些重大的漏洞 就是說 我們並沒有 所有的作者本來也不可能有 統一的社會哲學或者是 人生哲學來斷穿那些作品 因為我們這些人的背景都不一樣 人生感就複雜了 所以也不打算說 真的會生出一個統一的哲學 來處理這些問題 可是有一些趨勢 比如說 我們知道台灣的 中小企業成長過程當中 留下了一些很重要的 後果 包括說家族企業化 包括說這個屏幕差距 就是 然後呢 其實我們本來有另外一個書名 就是剛開始 創作的時候 大家也基本上 同意的一個書名 叫做 剝削與創新 就是我們其實本來想要用那個書 剝削與創新是在說 其實台灣的產業 現在是 產業要賺錢有兩條路 剝削 可以剝削人的勞動 或者是剝削環境 創新 創新也可能有多種形式 我們本來是希望 就著剝削與創新 這個概念下去做法 後來也沒有 從這個環境發揮 但是這個是 影韓在我們最後邊 選出的這個實力背後 就是 對廠商來講 甚至對勞動者來講 他也是在剝削與創新的 兩條路線當中 做一個選擇 如果剝削成本比較低 比較輕鬆的時候 他可能會選剝削 那 後果是整個共同體在承擔 就是這每一條路線 他多少有一些 除了他自己賺的賺成外 也會留下這個制度 或者是外付性的問題 所以 這個是背後 我覺得還是有稍微回應到 就是這位的問題 就是說這背後 其實是有一個 大家嘗試著要統一思想 要去談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裡面有剝削的緊張 創新的問題 那 所以其實基本上 背後是這麼小 那這個其實是兩種經濟選擇 那 另外一個弱點就是說 我們是在收集 這個 收集過去十年的一些 新的社會學創 的研究 之後把它包裝成 現在我們看得到的 這個結構 那我們中間也有 所以導致說 我們並 因為我們比較多 是在處理 為關 為關 中關 就是從國家政策以下 包括企業主治長 什麼樣 是不是叫做企業主導 會導致這個 其實台灣的毛利率 對 創新的獨立是下落 因為你是一個 獨裁者的記者 稍微回應一下 民主的問題 如果說 越獨裁 經濟會越好 如果習近平上台之後 我們就等著看 我覺得不耐心 所以這個 即使過去中國正好是一個相對開放的時期 比較思想跟經濟創事比較活躍的時期 是政治開放的時期 只有活躍的時期 到現在又要緊說 以前是毛時期 那就不用講 那現在又要更專制獨裁 我不太可能 現在是綠排起來 至少可能 怎麼大人非 所以就是說 這個是回應一下 那個政治的問題 但是我們就是在想 創新要剝削事實上 還有制度 還比較有可能出現 那是 大家有個公民權的條件 比較容易去創新 比較不容易被剝削 還是說 沒有公民權之後 比較容易選剝削 那所以這個也是 最後也是回應到說 這個環境公民權 也是其中一個面向 那所以這個是 實際上是沒有辦法 就為一個時代議案 他們其實我們去演講 他其實我本能去講 所以我們大概在過年前 有講過一場 類似這樣子 人數比在場更少一點 那可能在過年前 大家都去忙 別的事情 但是就是我們也是盡量 能講就講 因為畢竟這裡面 我相信是越多的溝通 越多的資訊 會對於未來 台灣的公共制度 其實不會有更難 不管是哪個政黨 都盡量去分享 而且交流 那聽他們 大概是這樣子 就開始 謝謝 OK 那我很快的回應一下 第一個是 剛才前面 那個 國發所的 國序順序 提到 關於這個 鬆綁跟牢基板 其實我的20分鐘 沒有講到鬆綁 沒有講到牢基板 但我所要傳達的概念是 我們的法定必須要跟得上 能夠去發揮 新出來的技術 跟商業模式 那我前一陣子 在讀一本書 叫做 Fail Roads and American Law 是講評我在他們的鐵路 在剛開始要遍及全國 在發展的那個階段 對他們的法律情勢 其實是一個翻肩出現的衝擊 我們現在可能沒有想像 研究鐵路的人說 今天的年代鐵路 就是他們的 像他們今天的Internet 那對於長途運輸的法令違反 那個時候 一開始只有針對水運 沒有鐵路 然後對於跨州的貿易 對於財產權 對於這個勞務關係 所以只要有新的技術 大型的新技術 進到我們的社會 有新的商業的模式的時候 那麼一個國家 一個經濟體的法令 是不是能夠很快的去做修正 去把這些新的可能性包容進去 然後 然後是在一個是兼顧到 我們所要重視的這種價值之下 變得非常的重要 那這是我提到這個 我當初提到這個 法令制度的這個主要的用途 那麼接下來 那關於勞基法既然提到了 我覺得過去兩年關於正面的討論 有一點我覺得是很重不足的 就是我們看到 至少看到公開的一些討論 都還是針對卡車司機啊 克林司機 或是工廠作業員這些 可是對於未來二十年三十年 我們會出來的這些產業 在自動化跟人工智慧 相關的技術在開始提及以後 我們未來的作業 是我們需要怎樣的導動反規 就這一點來看 比如在勞基法的修法的討論 美中部組織 因為我們沒有向前看 我們還在討論 那些也不是不重要 但是我們還在討論 這個過去的這些非常 傳統中的傳統的 商業型態跟反規 那就是我的 就這個部分的一個簡單的回應 好 那再來呢就是 為什麼只有講美國、日本 沒有講到韓國、中國 主要因為我們的時間真的不夠 那我提美國、日本 不是因為它的重要 而是我只是看到很多人在說 台灣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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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覺得很不好 或者是唱衰 因為我只是想透過 美國跟日本的這些圖表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天底下很有新鮮事 那我看到的這些模式 其實這些國家也經歷不悍 可能是一個更廣泛會出現的現象 我們只是廣泛的議員 我們也遇到 那麼有一位朋友提到說 這個新自由主義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不是從這個角度思考 我也不了解 新自由主義的這個意涵 但是關於 關於新資的停滯 我認為一個 兩大的主要原因 第一個就是 全球化 然後對於是要 這個市場 全世界有市場 是以出口導向來說的話 勢必我們需要 勞動密集的部分 需要找這個 薪資的地方 不只是台 我們台上要進 中國在更早期的 美國 日本 他們也在找便宜的 這個勞動生產的地方 所以是這個 商業的競爭本身 然後再加上全球化 導致薪資 這是效果 這是這個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 我覺得是我們陸續已經開始遇到了 接下來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就是技術的自動化 那有一些傳統類型的工作 或接下來可能 有一些傳統類型的白點工作 會被 會被這個 會被 會被取代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樣去思考 轉型 所以全球化自動化 我覺得是 心思停滯的這個 這個 主要的原因 那我不曉得 剛才學友漏掉的部分 有關於這個 這個 這個 產業移出的部分 我覺得也是 也是 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所以我們回復這道 這題的問題 好 請問 文童 其實好像沒有特補 需要我回答的問題 就感覺今天晚上就是 把大家頭腦越搞越亂 半開玩笑 但是我真的覺得 其實為什麼說越搞越亂 是因為 我們面對的挑戰 其實這樣艱鉅 那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的層面 真的非常多 那這本書其實本身也是這樣 那如果 我剛才那個齊榮說那個 民主行冠軍 那我在後面談的 其實我當然知道那個書 已經在談的事實 但是我要談的是說 我們怎麼去審視 包括這一類的產業 巴爾經驗裡面 它過去著床在一個 就是大幅度的把 它變成很怪物化 那當我們今天要把這個 提出帶回來的時候 它如何可能就是 還能保有它的經濟的實力 包括那些非常大的創新的能量 同時能夠真正的把環境因素 納進去整個產業的發展模式裡面 那我認為這個是從 不管是大的策略型產業 到中小企業 乃至於我今天一直在談 那個替代性的新的 一些開始冒出來的 另類的可能性的時候 你怎麼這些東西 怎麼可以被放進去看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國家的角色 如果我們理解到說 我覺得這個很困難 就是說我們 特別在我們政治上面的處境 所以使得我們 經濟好像也是一個 保護我們的防止 所以大家會覺得 我們要怎麼 survive 在國際的經濟發展裡面 所以我們不斷的要去做那樣的競爭 甚至最為觀的 我們每個人要怎麼找到一個 我的學生們 必要怎麼找到一個保護 所以我們在既有的 經濟秩序裡面想要升值 那另一方面 我們在這個既有的 安排跟秩序上面 看到了很多問題 所以我想到的解決方式 是來自於一方面 我們留下的上 有更多人意識到 我們的經濟的組織跟設計裡面 這個過去的奇蹟 或者現在的衰退裡面 方方面面的問題 包括我說的環境的問題 他能不能有 他的經濟活動可不可以永續 可不可以更公平 可不可以更利益 可以更分享 那一方面有更多人 意識到這些問題 從他的 不管你進入企業體裡面 或者你去創造一個 新的經濟組織 我帶著這個醫師去 有沒有機會去複整改變 第一方面在政治上面 有沒有可能去影響政策 指的這些政策 把譬如說我剛才說的環境因素 他真的可以被放進去 譬如說我們在能源轉型裡面 我們談了很多問題 譬如說環保團體 這個綠色公民的情況 也能不能在哪裏 我們說 減少一座核電廠 他就是一個經濟 節能也是一個經濟活動 不是嗎 可是我們現在可能更急的是 要趕快做大型的 再生能源的投資 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現在又create 我們又創造一些 新的社會衝突 譬如說 資本私地這麼方便的地方 我大量的太陽能板 不就撲下去就好了嗎 可是台東的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或者是這個地方本來的 生態觀光的資產 有可能就消失了 這個是 那我們這類的思維裡面 那我們可不可以就是回到 不是是用去這些生態脆弱的地方 我們要再生能源 那他應該在哪邊 他回到每一個 我們大學 我們還有這麼多空的問題 我們的社區都違建 所以我們都幹了 人家手有減少一座核電廠 城市怎麼用節能 以及想盡各種方法 去提高他自己城市的 的戰爭能源 還有電力的自給率 而不是把你所有 你想要用電 可是你所有的環境跟社會成分 你讓更vulnerable 更脆弱的人去提供給你 那我覺得這裡面有很多我說的 由下而上 我們想要去促成各種形式的改變 政策上面 政策資源配置到哪邊 他會改變經濟的走向 今天如果錢都直接去補助了 去鼓勵了大型的開發 最後這個戰爭能源可能 會用這個方式去走 那同樣的更多的公民的關注 消費者的壓力 難至於勞工在工會裡面的壓力 我要求更好的環境保護措施 因為所有的環境問題 在工廠裡面就是勞工被固的問題 我工會更有力量 我不僅可以去要求分配上面可以更公平 我也可以要求企業做好就好的環境保護 那所以回過頭來 這是我們所有人一起的問題 那我覺得它很難 那我帶著很多理想跟 我們都一直懷抱著這個 有機會改變的這個夢想 我覺得我們才有機會去創造新的奇蹟 大概是這樣 那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在我獨裁的觀點下 我們非常有效力的把問題問完 那我知道大家還有很多問題 這個書裡面介紹非常很多 我們都有學校當好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跟這些作品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